再来关注国际新闻 奥地利全国大选变天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极右翼自由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 取得历史性胜利 得票率超出现任总理领导的 人民党将近三个百分点 不过由于自由党没有取得 国会过半议席 因此必须说服其他的政党 筹组联合政府 到目前为止 其他党派都拒绝联盟执政 欧洲反移民情绪和对经济的担忧 持续推动极右阵营 在各国赢得选举 在奥地利国民议会大选中的 初步官方结果显示 自由党得票率达到28.8% 成为第一大党 现任总理内哈莫领导的人民党 以26.3%位居第二 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 得票21.1% 是有史以来最差的记录 新奥地利和自由论坛党 得票9.2个百分点 绿党得票8.3% 其余政党则没有跨越5%的门槛 自由党创党70年来取得最佳成绩 第一次在全国大选中获胜 党魁基克尔感叹 终于打开了时代大门 如果我说我们有史上的记录 我说我们有史上的记录 我们有史上的记录录 我们有史上的记录录录 至于丧失主导地位的人民党 对选举结果感到痛心 但总理内哈莫表示 不会放弃竞选承诺 继续为民服务 虽说自由党高票胜选 但基克尔恐怕无法在奥地利 下一届内阁中发挥作用 因为其他政党非常排斥及右翼 加上自由党党魁的言行 充满挑衅和分化意图 大部分政党已经表态拒绝联盟执政 路透社指出 如果基克尔无法筹组联合政府 奥地利或许会迎来一个 更加温和的政府 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人民党 和社会民主党 也有可能联手组建执政联盟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